9月29日,亚凯迪亚Young Boxing拳击馆前发生车辆盗窃案 一名非裔男子打开车门,将其中的钱包盗走 受害华人及时发现,试图阻拦小偷 没想到小偷朝华人挥拳,两人撕打起来 最终小偷被华人制服,而警察也赶来逮捕了小偷